有家报道过说在台中线 有这一名小六的学生 也就是曾小弟弟 他们平常得靠捡资源回收 来养阿公阿嬷 在明天领消费券的这天 刚刚好是他满12岁的生日 但是因为护长是生病的阿公 这个小弟弟又还没有满18岁 这样的地方代表帮小弟弟来领消费券 曾小弟弟告诉我们说 他非常想要一台电脑还有棒球组 但是后来他想一想 决定还是把领来的消费券 用在生病的阿公跟阿嬷身上 我们独家带您一起来关心 下午三点曾小弟走到菜场 看到摊贩钱的纸箱 随手就往肩上扛 接着自己拖到资源回收站 3600块你想要买什么 对啊那感觉我 你不想要买东西给自己吗 没有 消费券想买什么 曾小弟连想都没有想过 但是1月18号发劝这天 好巧不巧就是他12岁的生日 就是他入营级就10号数了 明天生日月18号 我现在最想要的是想要的 棒球棒啊 然后还有球啊 然后还有手大啊 曾小弟随手从家门凤拿起一只 旧球杆和软式棒球 球杆一挥这价式可一点也不输给 专业的球员 从来都没有想过 生日这天能领到3600元的消费券 曾小弟说 好笑是老天爷 明明重要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我太小子用类似带领啊 我妈咪20岁 所以姑姑帮你们领 对啊 雷老三小弟家 门口堆着满满的资源回收物 角落这张快断角的木桌 就是他平常写功课的地方 需要瘦小身子写字 他说他其实还很想要一台电脑 拿出家里的户口名簿 除了户长阿公 车祸住院的阿嬷 再加上姐姐 一家四口可以领到 14400元的消费券 买不起电脑和棒球组 至少能帮重病的阿公阿嬷 买点补生的营养品 中文新闻林梦庄方品文 台中采访报道 或许呢